2024总统立委选举倒数 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跟肖美琴 今天开始一连四天要分进合集 来抢攻桃园的选票 赖清德今天几乎是一整天都在桃园 上午先来到了公庙参拜 下午再跟立委候选人合体 继续跑公庙抬轿辅选 而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则是会在明天的上午 从南往北车队扫街 中途也会安排地点来举办座谈会 再来看到是国民党的造势现在的规划 红友宜跟赵少康这两天也是分进合集 在新北市扫街拜票 晚间两个人会在基隆合体造势 至于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 今天是回到了新竹老家 吴欣盈则是勤跑高雄辅选徒步扫街 那三个人候选人都是花很多的时间 在冲刺路站来雇票催票 那针对这一次的选票 哪里才是兵家必争之地呢 还是这个选票最多的地方是在新北市 有340万人 占比是超过了全国的总选举人数的六分之一 其中以行政区来看到的话 其中板桥是最多的 有46万489人 如果是要以上一届来比较的话 那淡水区林口跟新庄区分别增加了15000人 13000人还有9000多人 那最后是以这个年龄层来看 40到49岁的族群选举人数是最多的 有69万人 再来是50到59岁族群有62万人 第三名呢是30到69岁族群有59万 其中最年轻的20岁到29岁的族群也有47万5000多人 另外首头族也就是今年具有公民资格的 也有4万2000多人